南北大道今天下午发生一辆托格罗里和六辆交通工具连环状事故 造成四人当场死亡 车祸还一度引发长达五公里的车龙 这起车祸今天下午三点左右 发生在南北大道往南方向第277.1公里路段 霹雳州消整队发言人表示 梅鲁拉叶消防局接获紧急投报后赶到现场 发现有三女一男夹在车内动弹不得 当局使用特殊工具撬开汽车抬出四人 不幸的是四人都已经断了气 死者的身份还有待鉴定 遗体随后已经移交警方处理 事故路段也在下午四点十六分恢复通车 警方还在调查照获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